SV2 各位觀眾 現在我們看到 雙方的第二盤比賽打響了 就是由 威山縣威山湖俱樂部的丁寧 來對廣東二殺的張馳 這場比賽從實際上來看 應該說丁寧還是要強一些 但是丁寧在前面的 他在三場比賽中已經有兩次敗季 這個對他來講是 應該說不是特別的理想 首先他和山東魯農的比賽中 是輸給李小霞 這個應該說是正常 但是有一場比賽 他輸的就讓很多人感覺到 不是非常的理解 就是他輸給了狐狸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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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寧在對金函銀行的比賽中 他是打的第一主力的位置 在第一盤比賽他是贏了洋洋 在第四盤比賽中 他對到對方的第一主力狐狸梅 結果是以2比3輸給了狐狸梅 最後在決賽的時候是5比7 2分之差輸的球 這可以看出來丁寧在打蕭球方面 看來還是 並不是自己的特長 過去他打蕭球不是很理想 後來有一度得到了很大提高 但是從他輸給狐狸梅這個情況來看 就他的對蕭球方面 對他來講還是比較弱項 張遲呢在前三輪的比賽中 他首先呢是在第一輪 是碰到了山東魯農他打的陳夢 結果是2比3輸給了陳夢 其中呢還取得了兩局的勝利 這兩局勝利呢第一局11比9 第二局11比8 第三局11比8 兩局取勝 說明他的實力還是相當不錯的 另外呢就是張遲在第二輪的比賽中呢 他是和楊彩影進行了雙打 結果是輸給了郭月和曹真 這是對河北八一集中能源的比賽 在第三輪的比賽中呢 他也是打的一單一雙 結果他輸給了廣東 他輸給了這個鄂爾多斯東方路橋的朱禹林 然後在雙打中呢 他又輸給了趙岩和朱昭輝的這個 一個配對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廣東二殺是三戰三戶 現在威山縣威山湖俱樂部 以丁寧為首的運動員 是三戰三勝 目前呢排在第一位 這是發球搶衝 但是剛才我們介紹丁寧在前面 是對山東魯能 是輸給了李小霞 然後呢對金華銀行 是輸給了胡立梅 是蕭球搶年輕的運動員 蛤 8比7 1比9 4比5 8比5 4比5 4比6 4比7 4比5 4比5 4比7 6比5 4比5 冰冰今年是24岁 张池比他小7岁 所以这次广东二杀 平方俱乐部的运动员都是新人 到了维山湖以后经常吃鱼 所以感觉心情很舒畅 那个里头是铁道游击队的一个故乡 大家知道 叮咛就以11比9 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稍后我们给大家来介绍 第二盘的第二局 快速调整拿下了第一局上列 现在现在进行的是双打的第二局比赛 世界杯再度来袭 玩转你的手机 玩转世界杯 玩变全球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登录屏幕上的网址 下载武耀营APP 参加CCTV舞足球智力竞猜 两套世界杯关赛豪华套票等你拿 推荐好友得积分 还能赢大奖 更有潜逃双人电影票发出 还在等什么 赶快下载武耀营APP 我的世界杯 我要赢 一波表实时记录中国体育进程 好 我们先看看第二局 大家可以看到张池这个运动员 从整体来看 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作为一个17岁的小将 身体素质 包括基本动作 都是非常不错 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打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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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2014年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是正在进行第一阶段的比赛 第一阶段比赛呢 就是由一个队和另外九个队相遇 然后打两次 九场比赛在主场 九场比赛在课场 在18场比赛完了以后 然后呢 按照你的胜负积分情况 来决定你的名次 一到四的这四个队 将进行交叉淘汰 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到目前来看 女子的排名在前三轮以后 从积分情况是这样 排在第一位的是 俄尔多斯东方路桥的 朱雨林 他是四场胜利 没有一场失败 这也是四场胜利 唯一的一个不败的运动员 另外呢 像后边 排在他后边的 就是武阳 是四场胜利 一场失败 然后后面是刘诗文 就是和丁宁都是三场胜利 两场失败 当然也有一些不败的 比如像河北八一集中能源的 曹真 他呢就是赢了两场 没有输球 还有像八一集中能源的刘希 也是赢了两场没有输球 还有俄尔多斯东方路桥的 朱昭辉 也是赢了三场没有输球 但是目前的排名呢 他是按照一个积分的排名 所以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朱雨林 第二的是武阳 第三的是刘诗文 第四就是丁宁 第五郭月 第六李小霞 第七木子 第八就是狐狸梅 狐狸梅呢在 作为一个销球手年轻人员 他是在前面的比赛中 战胜了丁宁 另外李明顺值得一提 就是来自朝鲜的这个外援 他现在是 微山湖平凡球俱乐部的 主力选手 他是排在了第十一位 是两胜一负 这个反手反拉弧拳球 非常到位 大家可以看到丁宁啊打球 最大特点呢就是准 稳和准 就是他的特点 这样呢第二局就很顺利 11比3取得胜利 稍后我们来看第三局 想法不同 选择相同 H 磨损从启动开始 加十多磁户智能分子 有出众吸附力 显著减少发动机磨损 为启动先保护 加十多磁户 一键智能 一键随心掌控 加十多磁戏智能电视 升级未来 联想Lenovo 现在第三局比赛开始 作为丁宁24岁 现在正是好年龄 最好的最佳的年龄状态 丁宁本来他家乡是来自大庆 就是黑龙江的大庆 大庆那个地方 体育的氛围非常浓 所以小时候呢 丁宁就参加了平方球的运营 在小的时候 有机会进入了北京队 和马龙一样 马龙呢 是从这个辽宁安山 小时候打球 然后也到了北京队 那么在北京队 这两个运营员成了世界冠军 漂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丁宁的球很稳健 这就是要稳中有胸 目前从男子的 乒乓球情况来看呢 现在排在 目前的首先 男子在国家队的 这几个高手中 没有一个保持不败 都是一位 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张继科 是四胜一负 马龙四胜一负 排在第二 许欣三胜一负 排在第四的是尚坤 三胜三负 排在第五的是马龙 两胜两负 排在第六的是延安 四胜两负 排在第七的是王浩 一胜一负 樊震东 五胜一负 大家可能会说 为什么有的人五胜一负 和一胜一负的排分一样 它是根据一个综合的评定 就叫赛季权衡相对积分分值 第二盘比赛之后就是第三盘双打 双打由威山县威山湖俱乐部的丁宁和盛丹丹 外援林顺 战胜了广东二杀的红采矛 已经为威山湖取得了第一分 现在丁宁也是胜利在岸 如果第二分取得之后 将是他们进行了第三场的双打 好的 你看刚才在对拉的过程中 张池的突然的发力 给丁宁带来了威胁 所以在相持的过程中 谁先发力谁先变线就很重要 张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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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作为世界锦标赛的 这个乒乓球的冠军 在明年的苏州的2015年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单向比赛中 又是丁宁一个很好的亮相机会 对丁宁来讲 明年是他的重要的一年 也是朝着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个人赛冠军鼓励 我们期待着在苏州 将会有良好的表现 这样丁宁就以3比0 战胜了广东二杀的张池 由于李明顺胜了铜海苗 丁宁又胜了张池 目前威山县威山湖俱乐部 是以2比0暂时领先 稍后我们给大家介绍 第三盘的双打 好 本本稍后将进行的是 双打的比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